剛剛有在聽到那個台上還蠻好笑的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 因為你今天大概寫的扣子太多 你女兒剛剛是不是說爸爸你扣子掉 對沒有 因為他們平常 我女兒不太喜歡看 不太習慣看我化妝 每次化妝都說好醜喔 然後化妝師旁邊這樣心一驚這樣 我說你不要擔心 因為我女兒只是比較喜歡看我那個 就看我自然原味的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不能接受是不是 沒有啊 錢還會一起洗澡什麼 他們就他們就喜歡那個引人注意 會喜歡阿嬌 現在還要陪女兒洗澡 現在沒有了 他們我要訓練他們 他們現在一個三年級 一個一年級 洗澡起床睡 睡覺我還是會陪 我幾乎每天還是會陪他們睡著 然後我再去工作室 繼續寫歌 然後早上起床 帶他們去學校 媽媽媽父子做早餐 吃完我就 因為學校很近 我就騎那個電腳踏車 帶他們去學校 每天大家就這樣 老師最近就是你很多比較就是有話直說 那我倒覺得說老婆會擔心嗎 還是她也鼓勵你說 贊同你就是有話直說 你們要跳什麼陷阱 感覺這個問題就怪怪了 沒有 沒有我跟你講 其實我不是有話直說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對我自己而言 我就希望說跟 不敢我的粉絲 其實我就不會 從來沒有把我當作什麼 藝人歌手那種 什麼粉絲啊 那種偶像 我覺得都是朋友 所以 有時候運輪都跟我聊什麼 都 都是大大方方的分享 就是跟記者媒體朋友 你一直都是這樣子 但是每次都這樣 就是我講123456790 然後就截個9 然後截個圖 然後眉頭眉尾的 然後就 然後每次我都被 我都中獎 我覺得我一直 每次都中圈套 對啊 你看我還對我笑 沒有啦 因為你前陣子是有回答 不然你寫新聞 回答張文婷那個是什麼 就是你們都亂截圖 我就跟那個網友在聊天 然後而且我剛才 我是貼你們的新聞 我就貼你看這新聞 你不要再問了 就是其實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新聞貼給他 然後他就跟我聊 他就說 那我大概知道了 因為他本來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看我 他大概知道什麼 我說那沒事 什麼這樣 然後後來他也視新聞 就變成說 有些人道歉 說對不起 憲哥 你好加油 但是我忘記哪一集 就給我截那個 然後就對 然後就看標題 那我就覺得 反正我每次都這樣 你慣了 清楚講大家 有些剛剛幾個位置 其實現在的阿慶 可以說一集跟菲爾略 FIR沒有關係的嗎 因為是這樣子 我其實就是 20 我出道是2003 就千雲跟華妍 華納十年 到2013 那跟華妍就千十年 就2013到2023 12月31 所以我其實就很簡單 我的合約就是到了 所以這邊也跟大家講 其實 因為藝人跟公司 其實很單純 可能粉絲會覺得說 哎呀 我希望你們在一起 小虎隊在一起 可是 這個不是說 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他的廠牌跟IP 所有歌 我實話說 大家都是唱片公司 那我合約到了 我覺得我也20年了 那今年我就等於是 你可以說單飛 但是粉絲就是不會這樣講 粉絲就會說 菲爾樂團 菲爾先走了 然後現在菲爾又走了 他只剩樂團 我們兩個都被踢出 或什麼 就是很奇怪 其實就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文綺百科現在就只有曾經 老師跟另外 因為你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很生氣 我說我今天一定要走 Idle 不要走樂團 跟實力派 因為Idle離開就是畢業 為什麼實力派就被踢出 為什麼我們被踢出 你不覺得怪嗎 那KB48就離開 我們就畢業了 林鄉離開就畢業了 我們就被踢出 所以用畢業兩個字說比較好 你不覺得比較好聽嗎 踢出感覺好像我就是 就是那種有沒有 那踢出菲爾 踢出慶人 然後再踢出 但是好像建林老師 還是蠻希望能夠繼續跟你 沒有 因為建林老師 當然也是算我的恩師 我第一首歌 從這個 伊斯恩美好 到這個 也是他的公司裡面 然後他幫我去做銷售 我才有這個機會 所以於情於禮 我一定就感恩 就像我今天演唱主題 為什麼要記得 我覺得來來去去的 這些過程 記憶符 你說會不會有 一定會有 你新年合約 會不會有一點 這個比較辛苦一點 一定啊 你剛出社會 你剛做記者的薪水 你可能我這麼努力 那薪水的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那都是過程 我那時候 你看到現在20年後 累積的那時候辛苦 現在不覺得辛苦 每一首歌唱出來 大家都心裡有一點點的不對勁 毀意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帶來的一支 所以我覺得那個沒有什麼 非常負擔 對 那你目前到現在 收最多版稅的歌是你 那你剛也很好奇 其實我大概賣過 這20年大概 五六百 大概有六百首持取 有些是持有些是取 有些是持取一起 真正最多的 大概 就是百分之 那個十個percent 就是他的版稅是這樣子的 就是百分十的 可能就是二三十首歌 什麼月牙彎儀式的美好啊 最近最多的是 我很好騙 我很好騙真的很猛 因為那個就是 但是我的版稅 全部交給老婆 所以你看我老婆 最近就笑得很開心 沒有啦 要謝謝動力火車 而且要謝謝施仁辰老師 因為他那首歌 當然是我寫的曲 沒錯 我覺得那首歌的成全 動力火車唱太好聽了 然後施仁辰老師那個詞 下的也 就打到那個很多 這個失戀男語的心啊 對 那所以那首歌 我覺得算 這幾年算蠻成功的 但是現在有在巡演的 其實都更加緊張了 酒令啊 張曉涵 兩個都還在幫你緊張 對啊 所以像酒令的什麼妥協啊 那張曉涵儀式的美好 那個版稅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對 阿靖老師 請問你一年的版稅有沒有一千萬 一千萬應該是一定有啦 啊 沒有啦 可是你要想我二十年啦 真的要寫歌 我累積二十年了 就是 沒有啦 你看我實話說 但是我這邊不是說我要炫富什麼 我自己說 如果一個很很愛 熱愛創作的這個新人 你累積二十年 如果我跟你說 我現在才賣那麼多歌 才一年一百萬 誰敢寫歌啊 就連我都一百萬 那可能 其他人可能就五萬兩萬 那那怎麼活呢 所以我覺得 我的收入是正常 你說周杰倫 林俊傑 那弄完那個可能就是好 十幾倍二十倍了 但我滿足了 我滿足了 不要太多錢 那很危險 所以老子以後是躺著 不用賺就行了 躺著 被動收入 沒有 這個意思是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沒錯 但是也是要謝謝歌手持續在活躍著 但是我去你買房子 對 那房子也噴不少錢 所以還是要努力 還是要努力 繼續努力 對 但我不想太累 因為我其實話說 你看 跟孩子關係 跟太太關係 我不是那種就是 有錢賺 然後我就360停在外面 然後小孩給老婆顧那種 我覺得如果是要取捨 我寧可 Balance 然後比較多的時間 六成 五成至少要在家裡 跟孩子的時間 其實你的 我查一下你的產 你每年的產量很驚人 我有查過你一年 大概寫了快80首歌吧 差不多有 而且是 你最高產量的一年代 你我查那一年代 2017吧 對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是那種 就是有點那種 跟紅歌健身派的創作人 每天都要跳槽 我是每天都會寫歌 你最快速度 多久可以玩Handle 最快速度 就是一個早上啊 兩三小時啊 沒有 其實我寫歌是這樣子 就是真的是有點像是 我是有興趣 很有興趣 然後像健身一樣 因為我寫歌會快樂 就是我寫歌會開心 就像健身 就會有腦內飛 那叫什麼 腦內飛 所以我送完小孩通常就是八點 八點半我是四晚早上九點 我開始寫歌 寫到十一點 我下午再去做一些 如果要開會 跟導演見面 那種就是會讓我比較 也不能講Boring 不是Boring 還是要做 但是我就是覺得那是工作 然後到五六點會揭曉 那我很好奇 你剛剛那個神速啊 那像 布林少海 是不是 有哪一首 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 有哪一首歌就是這個神 這個神速就下來了 其實應該講 歌曲的創作那個速度 其實我覺得不是重點 而是你在寫歌前 你要去運練 對 就是譬如說我在寫Beautiful Love 那時候因為蔡健雅搖歌 我就很開心啊 可是我不是當下寫 我就一直想 到底怎麼寫 什麼曲風 對聽他的歌 想了可能是兩三週一個月 寫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談情 有個幾代都很快 可能兩三小時 可是並不是說我只花兩三小時 因為前面你可能要 他的聲音要聽很久 這樣大家能理解 對對對 所以並不是大家想像說什麼十分鐘 那有可能他前面已經做了 一年在研究這個功課啊 那他十分鐘只是說把這些功課呈現出來 對 所以也沒有大家想到那麼輕鬆 沒有那麼好賺 因為現在很多創作人 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我真的是運氣也不錯 早些年你看那個00年 那時候 比如說張曹涵 謝平峰 蔡健良 到現在他們還紅 所以我要謝謝他們還紅 因為如果他們不唱了 其實這首歌就不會遠聽 那我們創作人也不會有版稅 你的財源應該有KTV的吧 還有電唱會的 還有電視台 電視台翻唱很多 像綜藝節目翻唱 那個其實費用都是多少 對 然後 有幫七兒妹寫歌嗎 有 我已經幫他 但是因為七兒妹的聲音是 他蠻多別的 七兒妹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他是慢歌非常會唱 那天他來我路易四 他就唱小幸運 我就有點嚇到 我說 就很像那種韓星 就很會很厲害那種韓星 然後來台灣辦見面會 然後會被人家驚豔 但是他平常好像蠻低調 也不太認真唱歌 那天哇 還認真唱 但是他英文又很好 所以他又很會唱 那種英文輕快的歌 所以我們就覺得 其實蠻有趣的 是真的會唱的 就不是玩玩那種 那你也幫林鄉也有做嘛 喔林鄉 對對對 我的話題是說 女生 幫他們量身打仗或製作歌 你會先研究他們的人嗎 然後針對他們的特性來發揮 林鄉其實會認識 是因為我老婆 我告訴你我老婆認識超多網美 網紅 因為他們就是那個 他就是網紅圈的嘛 但是他是認識林鄉的經紀人 對 現在那個小農女的經紀人立奈 所以他那時候立奈想要做歌 就問我太太說 那阿慶 他知道是我老公 可以幫忙 這樣子 我說OK啊 然後我們就先上了三四堂課 因為他們是真的 他還有他一個師妹叫子林 還有一個叫雅翰 其實雅翰的歌還沒推出 但也是在做 然後就先來上課 就先聽他們聲音 然後他們都蠻認真的 就是其實都 我覺得也有企圖心 我覺得惠鴻的藝人就真的是 你看就知道了 是有練的 第一次可能過去沒有表現太好 或是不要生疏 第二次人就覺得他一定有練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就跟立奈說 我就說放心 我覺得他東西沒什麼太有問題 我就選了一個難度相對比 原本設定 因為本來想說簡單一點 就是那種可愛的那種 那後來挑戰的是比較難一點 有唱有跳的 對 因為他先前唱歌給你吧 對 你有沒有碰他 我一開始 因為我沒有那麼看那麼多 然後後來才知道 就是錄一哥休息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很緊張 我問他緊張什麼 不是很多粉絲嗎 但是我覺得啦 現在這時代 就是會被罵就代表你很紅 就一定很重要的關注你 對 事實上他今年 去年發文歌好像就一直接很多音樂節 對啊 跨年什麼 其實我覺得代表什麼 大家是喜歡他的整個秀的表演 他可能是表演性 還有他那種活力的感覺 整體這樣 大家不會只聽一個歌 對 不是單聽歌聲 他是個整體表演性 很加分的一個藝人 對 對 我是覺得男生跟你搖舞的時候 你會搖舞嗎 不會很開心 那快 我可以那個賺錢 那你可能有時候 量太大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不會 因為來找我寫歌 基本上應該他就 不是亂搖的 通常就是 已經 可能他有一個 我以前寫過 比如說 我很好騙 他還蠻喜歡這個 那可能就直接請我 希望類似 不是模仿 所以會直接來找我 通常都是已經帶著 資料 已經有蠻清楚的想法 或者是像林鄉這樣唱跳的 像我幫林鄉做完 的確有其他幾個球團 籃球的 就是有人問 欸 那可不可以我也寫一個 不錯 但不同曲風的 也讓他們的 拉隊女孩 可以有自己作品 這樣 蠻多的 你有記過那種難度嗎 真的唱歌 喔 你說難度這種 那種對不對 就是他 他可能唱 對 真的就是天生 可以說嗎 因為我現在其實也在北京鎖民音樂單 擔任顧問 對 然後對 就掛一個音樂總監 但是顧問職 其實真的有一些 Idle Idle 因為他其實是 唱歌可能是為了譬如說 舉例 但我沒有說誰 因為生日會 或他有個什麼 對 他可能有個事情 所以他可能就是能力 本質可能是演戲 或跳 他真的不是唱歌 這種就會 真的會比較難一點 但是我們盡量還是 因為你是專業製作 會幫他看起來很厲害 聽起來很厲害 但是其實沒那麼難 老師昨天我有看一下 你寫一些歌的資料 我有嚇到 因為有一個這兩年 超紅的大陸男星 原來你2017年幫他寫過 誰啊 王赫蒂 王赫蒂 你幫他寫 寫過歌 對 I'm a dreamer 他那時候其實 我認識他 他就是剛出導 那時候他在一個 好像一個 衛視節目做那個選秀 然後就是有很多帥哥 七八個 然後我是幫他們做訓練 歌唱訓練 但是比較影響幕後 然後最後他們成團 就是 原來節目出道 王赫蒂要唱一首歌 好像還有三四個人一起 對 就是那首歌我都寫 其實他蠻大方的 那你個人對他的歌藝的 他的歌藝應該是說 他自己很接受 他自己很OK 他其實後來有進步 因為他慢慢 他是屬於苦練型的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連上台譬如介紹自己 因為那時候節目總監好像是裁姐 我是做音樂 他連講話都好像有點介紹不清楚 到現在我就連戲劇表演 然後也發單曲 我覺得其實是一看就知道是認真行 當初有看出他會走嗎 有啊那時候因為我們在後台 就是很多工作人員會一起討論 他們就說這好帥 就是我們男生就一方面嫉妒 你看 這個顏值有沒有 顏值很重要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比較偏89公斤那種 那時候是我最胖的巔峰 玉米哥知道 對隔年我就發專輯 那時候超肥 對 請大家調閱新聞畫面 人獸真的是 在路上大家對你笑 人出來呢 所以還瘦一點好 對 可是老師你比較胖的時候有受到一些 侮辱 有啊 有 真的耶 大家就說只是大叔啊 什麼的 就是網友就直接說 哇 這個什麼油膩大叔 然後什麼那個 我就是 反正anyway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還好啦 因為我其實 在行業你大概知道 80%還是幕後 就算在A8時期我也是彈吉他 也是比較當樂手的感覺 對 可是我後來是為什麼要受兩個原因 其實倒不是說 好像要變 我們現在在開玩笑 我覺得健康 因為我那時候有發現 你就是當年有小孩啊 什麼 那個身體 就是 機能好像變弱 就很奇怪 就變累了 就女兒在跑 公園跑一跑 我就跑兩圈 我就覺得 天啊 我好像有點喘 但以前都沒有覺得 我就發現就是 因為 其實胖一點 其實就幾個 宵夜 沒有睡眠 你不正常 就是他的整個循環 其實不好 對 那種你去按摩啊 什麼 其實都沒什麼用 那時候就算你去做什麼健身 也就是增加 增加負擔 我現在瘦下來了 然後我接下來就騎腳踏車 一點點簡單的核心 我就覺得每天 又感覺到精神有沒有 你真的沒看到 我自己的整個精神就好 旁邊也開心 不然一個人這樣 就是抑鬱或是有點累的時候 其實家人 其實他們都會被感染 我覺得就比較不好 先說韓系 好像 韓系歐巴嗎 對 就是OK啦 這個年紀 我是反過來 一般都是先走Idle 再走實力 現在Idle 沒有 我真的覺得Idle比較好 因為Idle就不會被說踢團 畢業 好不好 大家先 拜託 畢業 講好聽一點 就是畢業了 畢業了 因為我想說今天你也正式這樣講清楚 免得大家一直搞不清楚 對啊 其實真的就是很單純 就是因為我們跟唱片公司 就是單獨單獨切 雖然我們是被組織在團 但是一定的嘛 Super Junior一定是跟這個公司 七個都簽約嘛 那當然我就合約到了 我就到了 對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也是20年了啦 我就做一點自己 想輕鬆的 然後想回饋一些粉絲的 或自己太心想做的事情 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啊 所以你現在在他們的官司 算是阻壞了 我一直就不是甲方乙方啊 所以你知道 甲方乙方在打官司 然後一直問丙方 我就吃點尷尬 就是你知道嗎 然後 那其實他們 對 但是他們也不會跟我講啊 因為他們裡面那個是 我一開始以為就是很單純 就是可能 經濟合約嘛 想要早點離開 那可能中間就付點錢啊 不然是 甲方或乙方 通常就這樣嘛 違約經覆一下 然後談好就好 或者說哇 什麼形勢 然後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就 我也覺得 他們也不會跟我看啊 我也不知道 我都看你們新聞好不好 可是你基本上 我那時候就在 我那真的 我就是看你們寫新聞 可是老師你有提到 講一個七年 那就是你們新聞寫的啊 因為我才 是你講我們寫的 你們新聞寫 然後什麼 什麼 什麼 偽造 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 那我就 因為我又不是法律 我就去查啊 他就說 我就看 哇塞 偽造文書你自己搜 我一記住關七年 我真的靠腰 那我不知道 但是沒有啦 我其實我真的 我以第三者的立場 我真的覺得 大家都是有恩情的 記得愛 我演唱會 我真的學的 他們兩方 其實就要不要就撤 我退一步 這是我個人 完全個人 但是也尊重他們想法 他們可能有覺得 有一些東西必須要 有一個明白 但是我是雙一座通常 如果是我的 我就算了 反正就過了 但是每個性格不同 我就是 他們如果覺得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當然也希望 他們有好好的 就是有這麼多大人 自己去把這個事情 就能夠化解掉 希望 就是記得愛 大家能夠好不好 我的七六六要演唱會 就過去 我們已經往前看了 可是你是假先餅 待你不會感到 所以你知道 我就講什麼都不對 我這邊 你不要再問我說什麼 哪一邊 因為對我來講 一邊就是恩師 大部分沒有建議老師 我怎麼會主導 我就是學生 另外一邊也是你的伙伴 跟團員 但是我現在 你懂啦 我不能啦 所以你不要逼我講 對 但我的個人立場 只希望他們就 很peace 反正都過了 就還有有什麼 你還是希望大事化 哎呀恩恩怨怨 我跟我女兒 我都常想給他過肩摔 早上又在那邊吵 就說爸爸 我吃糖果 我不要上課了什麼的 我告訴你 你看連跟老婆跟小孩 都會有時候會 你還凱強 何況是夥伴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你的愛人 你的親人就過了 你就回想起我們 女兒很可愛 老婆我們也是結婚 就不要去 去針對那些小的東西 就往前看 我覺得反正是 那我今天是 其實我的 我的價值觀 人生觀 為什麼演唱會叫 記得愛 其實就是希望 你傳遞這個價值 對 那就是一定的嘛 公司一定會有個人 也會吵架衝突啊 那你 有些人可能選擇 啊那沒關係 就不然是 有些人覺得 我要爭個底 去按鈴什麼的 每個人有自己決定 對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希望開開心心 啊還是要快樂 我也希望他們兩個都很棒 文廷現在唱歌也很好啊 我覺得很棒啊 那時候進去講 我有投他票啊 可以講嗎 可以 對啊 那時候也是 他也是有入圍啊 建老師一直 事業都很棒 那就不需要 大家都往前都飛得很好 我們音樂 反正都很棒 也希望他們之間 就是 Peace 自己是要付錢 會不會覺得有點委屈 也不是委屈 一開始會有一點 像說合約不是我錢 我怎麼知道他們 我怎麼知道那簽名 正在 就是你懂的意思嗎 我哪摘啊 還是你們去簽 我怎麼知道啊 而且我也覺得很驚訝啊 就是聽起來 就會覺得什麼東西啊 好像那個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什麼Netflix劇 對 哇塞 還有這種 還有什麼刑事 還有什麼鑑定團 那種感覺 看偶像劇一樣的 對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怎麼弄 那我就希望 最好是沒這個事情 對 那既然已經到這邊 就讓 因為現在好像是二省吧 這樣也聽 可能今年年底 可能會出來 但我就覺得 啊 希望他們就可以撤一撤 或退一退 各退一步 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各退一步 不然的話就是 我就每天被問 飛走了 飛飛走了 沁兒也走了 只剩樂團了 畢業 不是被踢掉 謝謝 就剩下見你們 二代杯而已啊 哎呀 對 反正 Anyway就畢業啦 畢業 對 光榮畢業 可以幫你修復了 可以 裡面沒有你了 真的嗎 人家講得好像很開心 就是畢業 畢業 都是過程 很棒的過程 對 越來越好 好 謝謝 謝謝 你是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你們 不要下奇怪標題 我生日喔 不要下奇怪標題 畢業了 畢業了 對 恭喜 好 謝謝 祝福 生日快樂